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今天是3月18号 那么今天整个盘式的一个走法 你有没有想到我昨天跟你谈到的明日变盘呢 今天果然变盘向上 那今天整个走势上也是符合预期的 包括爱马仕3月11号以来 6天操作两趟 第一趟收割22% 3月11买的3月13收割 3月14280买回来 当天收297 隔天涨停327 今天涨停359 我们今天收割了 我们今天收割了 为什么收割 因为有更标的 因为我们要快散 因为我们每次一进去 就是要连续两个长虹 然后很快给它收割 然后又是20% 所以今天转进了这档又大标 哪一档呢 等下跟你做分享 好那当然我们今天要开放30个名额 如果你想要跟着我们快散的 那么一天一个长虹 两天两个长虹 两个涨停板的 明天有个小标股 你现在只要留言 1加1 联络电话或是1加1LINE ID 就可以跟上我们的脚步 请锁定今天的节目 欢迎收看股市A指标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台股今天果然如同彦荣老师 在上礼拜我跟大家所提醒的 就要变盘了 果然19750站稳之后呢 果然变盘向上 那么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又有很多很多快散的机会 这个快散的机会呢 整个目标定调就是一档20% 两天三天20% 四档资金翻倍 很开心跟您分享 我们从上礼拜一到现在 已经有四次快散 各20%以上的这个机会 那么已经收割入带了 而且这些都在你的眼皮底下所发生的 好比说这一档 好这一档呢叫做Amex 就是爱马仕 那么6933爱马仕 那么在3月11号呢 买进的3月13号呢 先收割22%出厂 同时3月14号买回来呢 事实上我在节目当中我也告诉你 如果有低价我要买回来 那是不是又买对了 280到今天359 拉的多少 拉的快30% 快30% 总共从低档 最近这六天一共拉多少 一共拉了33% 33% 那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只有拉33% 但是我两趟带会员的操作 已经将近五成了 已经将近五成了 所以我们学技术要学什么 我们找投顾老师要找什么 就是不让你报上报下 而且买进去马上要急拉的 能够让你快散的 让你不用去担心说 普清说 如果北约在这个地方干涉他的事情 可能就会世界大战 你不用去担心这个 那么你的资金不用迫入太久 是不是 那甚至呢 这个地方啊 你不用去担心一些利空消息 你不用担心美股今天晚上要震荡 你都不用担心 因为我给你的都是马上要发动的 马上要发动有续航力的就像这一次的这个 6933的这一个 MS一样哦 那所以呢这个地方啊 今天这个快展活动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来参与哦 请记得留言 1加1手机或是1加1联络电话 透过LINE ID小老鼠小A178 来做一个留言哦 那么刷QR Code也可以或是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透过ID搜寻也可以 那请记得哦 一定要记得哦 那么在这个地方来订阅我们的这个影片 因为我们这个影片啊 是全新的频道 那也感谢大家 如果你觉得说 哎 晏隆老师预告的IMAS跟你的老师不一样 是低档买的不是追高的 那你老师报上报下的时刻 晏隆老师带会员 带有流电话的粉丝操作了两次 如果你觉得这样很赞的 或者你觉得我们今天把IMAS 拉高 卖在相对高点之后呢 转进的股票又急拉到快涨点板附近 如果你觉得这样很赞的 请你在我的影片上鼓励晏隆一下 那分享影片给好朋友们 分享LINEID给好朋友们 那么小老鼠小A178给好朋友们 一起来关注晏隆哦 那如果你有订阅我的影片的 请记得打开小铃铛哦 好那我想大盘今天最夯的 其实就是两个题材性嘛 对不对就是台积电 那么扎下5000亿 再加益盖这个六座新厂 那么相关的概念股 那另外就是这个 辉达这个GTC大会 从3月18到3月21 已经正式启动了 那台股这个地方 有什么样的一个亮点呢 好首先我们来看大盘哦 大盘昨天在这个地方 我就提醒大家 我说这个位阶上 它是要变盘的 因为主力成本线 瞬间扩大了嘛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 要变盘的征兆嘛 那台积电守住了 让大盘守住19750 所以变盘向上 再度挑战2万点之上的机会 又再度来临 每一次出现这个现象 可能两天三天 你就会有两只涨停 三只涨停 只要选对股票 只要更对人就有 好比今天才只跌而已 我们已经有爱马仕涨停板 多赚了这只涨停之后 转进了股票 又拉到涨停附近 这样是不是将近两只涨停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将他在这个19750 守住的时候 然后在他挑战万点的时候 可能三天四天 你是不是又有一次 可以快散的机会 那当然是持股集中 不是涉飞标讲对的 不是的 所以这就是重点 一定要持股集中 一定要持股集中 让你有一个 在这个可能是 这次要挑战2万点 也可能是拉个三天 拉个五天 让你有一个两成三成的一个获利 这就是快散1加1的一个意义 就在这个地方 那所以假设明天开高 开在哪里 19930以上 你要怎么做 你要把弱势股在这个地方卖掉 来换成我的股票 什么是弱势股 今天神盾很强没有错 但是我觉得神盾这个形态 应该还是要再洗一次 再攻比较漂亮一点 当然也有可能上去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洗一次 他的路走比较远 那当然这个就是 像这个安国啦 巨油啦 我觉得这个 都是现行不好的股票 阳明海运 还有这个台光电 文业啦 维新啦 这些都是现行已经翻空头的股票 你要利用大盘 在每一天的一个多框分界点的附近 你去做一个调节 比如说明天的多框关键就是19930 你做一个调节的动作 那假设开低的话 目标股就要出手啦 对不对开低在哪里 19750到19800 他又是多方标股出手的大好时机 好不好 那你说老师要出手什么股票 伺服器啊 轴承啊 散热啊 重电啊 这些我天天告诉你 我没有今天张三明年理事 为什么我们能够快散 两天三天就是20% 很多人刚看节目不相信啦 但是你看我的节目每天看 难道你心里面不心痛吗 你错过这么多获利机会 你看节目你不就是要赚钱吗 你说你要省什么 你是省的比较多 还是失去的较多呢 你在一个礼拜当中只要给你两成 你有100万就是20万 这20万你参加我的会期 可能可以参加好几年你知道吗 你这样知道意思吗 更何况你不只跟一个礼拜啊 这样应该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呢 叶老师在这个地方来跟大家分享 比如说 这个台积电 那么新在这个嘉义烙角的 这个盖了六座这个新厂 那当然就看大做小嘛 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 台积电的供应商嘛 比如说盖无城市的汉堂啊 那汉堂你说今天拉上来掌顶板 你说老师我还赔钱呢 为什么 因为你就高位接买进啊 这个高位接你是对不起我啊 我在3月13号 全市场最热那天 我在非凡连线啊 我就告诉你00940 主播问我说 这10档股票怎么看待 全10档 我就告诉你都不能追高 我告诉你 汉堂不能追 中美金 瑞宜新浦 那么我都告诉你 这些都不能追的 长荣海运不能追的 结果3月13果然是最高点 对不对 那你这样一赔下来 10张就七一七万了 今天拉上来你还赔钱不是吗 那什么地方是第一位接呢 就10日均线 20日均线附近啊 就是在2月19号的281附近啊 如果你买在这里 你看你半个月就可以快散 你有50%的这个机会 你看这个多棒 是不是 所以我今天我带你买股票的 我说我要滴滴买的 滴滴布局的就在这个地方 我说我要让你快散的 就是马上急拉发动的时候 我才带你上车 在这个地方你所看到的 原山不是如此吗 华裔不是如此吗 那么爱马仕也是如此 而且两次买了之后 都是快散 两次都是20几% 这就是我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我不会看到涨上来 跟你看图说故事 跟你谈产业 跟你讲很多很多的鬼故事 我不会 我要给你的东西就是 我一进场 我就是马上连续急拉 现在很多股票涨啊 大家都在讲 但是谁明天才会见真章 谁明天才会连续的急拉 这个才是重点 我要给你的就是这一个 是不是 那当然半导体的一个 这个供应商 台积电的供应商 我有施房股 他有连续急拉的机会 好那这个就是 我今天来跟你讲 快散一加一 我要给你的东西 就是这一个 好那另外像这个 这个GTC大会 他for什么呢 for伺服器的一个晶片 就是GPU晶片 那这个晶片 for这个伺服器 那伺服器一运作之后 就会有很多商机产生出来 比如说像 会需要散热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呢 他另外还有一个 所谓的边缘伺服器的部分 这个就是我要跟你谈的第二个单元的一个比较特殊的股票 那这边所以为什么我要领先 你看 很多人在这两天才开始谈爱马仕 我早就在六天之前 我就领先带你上车了 不是吗 是不是 所以今天除了爱马仕之外还有谁 这个学习啦 银广啦 那当然 这个领头羊 还是我领先告诉你的双红不是吗 是不是 那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还有轴层的部分 轴层要看谁 等一下我 等一下再特别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 那么没有赚不到了钱 只有看不懂行情的人 这样你知道意思吗 所以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怎么样来确认一个第一位阶 然后呢让你买进去之后呢 一档20% 四档很快 就让你快散每一档20% 四档快散之后呢 你就会有一倍的一个成绩出来 所以呢 主要重点在哪里 就是第一位阶的概念 所以我现在来跟大家谈的 就是我怎么样来操作 这一档这个6933的这个爱马仕 因为它第一位阶的 它第一位阶的 那比如说K线的一个创高 确认一个成功形态 然后呢 均线黄金交叉 就是一个低点区出现的 对不对 所以我开始在3月11号 早上哦 9点钟之前8点56分 我就说269以下买进 一共三个等级 我全部都给你提醒 那么3月12号还讲273以下 275以下买 还有273给你买 对不对 然后3月13号 这个是3月11 11号 这一开盘是3月12 3月12 那么买到275 当天就拉涨停板308 308 有没有 前一天买 隔天涨停308 然后隔天的一个低点区 273还买 涨停板是308 这是3月12号的抗讯 各等级都有 各等级都有 那3月13号在哪天 在这一天 那么我在9点之前有发讯息 那这个价位挂得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在9点01分赶快改价 改到325 325让你出 那么来到328出一半 然后呢 出一半之后呢 看不太对哦 看起来好像还要再杀 那我又改了 改另外一半 那么在315附近 就来到318都让你卖掉 所以燕尔老师就是一直贴的盘面 帮你够掉掉 所以你放心 你就跟着我的脚步就对了 那到了3月14号 我也特别告诉你 我说有低价我要买回来 拍摄 其实我们已经 3月14号早上就买回来了 那么在这个9点19分 那么你看 卖325跟315的来到280 为什么要买 因为回测十字均线嘛 低位接又到了 当然要买嘛 是不是 而且我告诉我的会员 用试价买进 而且我还是发了三笔讯息 因为三个等级的会员 那买在这个280附近 284 290附近 陆陆续续都买进了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买完之后的 隔当天就说297哦 你看 第一笔是买在280附近 隔天来到多少 隔天聊到327 今天聊到359 各位朋友 我有跟你张三 今天张三明年理事吗 没有 燕龙就是看到 看准备的产权感压下去啊 这样才能够大赚不是吗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燕龙老师 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是不是 第一个产业 我们有帮你做追踪 再来就是一个技术线型 会讲产业的不一定赚钱 但是看得懂技术面的 才是真正能够让你不断收割的一个原因啊 是不是 就是第一位阶的概念 就第一位阶的概念 所以呢 这就是我这一次的一个操作 它叫做爱马仕 但是我要跟大家 说明一下 我在今天 已经带会员朋友 全数把它收割了 全数收割了 那为什么我要收割 你看哦 从低档上来啊 指标值已经第三次创高 我认为接下来它其实还会涨 因为爱指标数据创高嘛 但是它要需要经过时间的整理 一段时间的整理 这个是一段时间的整理 就不符合我带会员的一个 速度的一个原则 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有三个红K线出来的 三个长红出来 很多人说看到三个长红 趋势确认 那我说三个长红之后 你可能要整理 一个月两个月以后才有机会再涨 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把资金先收回来 先收回来 先来做更有效率的股票 这就是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 当然做哪一档 那么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做说明 好所以呢 我为什么老师会带会员朋友 大胜的一个原因在哪里 我在证券业已经超过17年的时间了 我发明一个工具叫做A指标 那这个A指标啊 它的一个三大重点在哪里 第一个我知道大股东进货的位置 也就是我懂产业的低点 你们看到的产业 台面上很多老师 每天跟你讲产业新闻 产业消息都是落后性的 只有我的A指标 把握跟大股东同步买进 这个才是真正的产业 懂产业 这才是真正买到便宜货 用数据来看就可以了 那我甚至啊 我的A指标啊 可以精通整个筹码的分析 筹码的分析 我能够了解到 主力三大法人进货的位置 就这个位置 我透过这个叫主身段的一个起点 我甚至知道 产业到顶了 大股东什么地方出货 就这个现象 我也知道 主力三大法人 筹码松动了 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现在看到IP股啦 你看到台光店啊 你看到了像这个 今天我跟大家谈的 刚刚谈到的那些股票 维新呢 其实都还在这里 如果谈上来你应该要卖掉 因为还有这两段下跌 你要太弱换墙 现在我说话 你要听下去 哪些股票我们再来看一次 再来让你看一次 这个地方再看一次 就是刚刚谈大盘的地方 安国 巨有 阳明 台光店 文业 卫星 这几档要特别注意 即将反弹 不要杀低 然后呢 将来 谈上来在这个位置你要卖 因为还有两段要下跌 你赶快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调节 你来找晏蓉 或是你手上的股票没有把握 你找晏蓉 我来帮你做太弱换墙 好不好 我们来快省 两天三天 20%以上先收割 持股集中不射飞镖 不射飞镖 这不是我的作风 射飞镖真的不是我的作风 那么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这个地方一个人的品德 人格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在这个两万点前后的这个关卡 那么我们就是把整个 心愿把它做一个缩小的动作 我们不要去期望太高 你就会报上报下 像上一次你看你这个 这个爱马仕 拉到327你又报到2726 那这样就白搭了 所以你两成比较容易完成 所以我现在设定就是一档20% 四档资金翻倍 所以从上礼拜 你看到我已经有四个20%了 那四个 华裔是30%嘛 那圆山也是22% 那爱马仕第一趟是22% 我今天收割了20几% 我是不是有四个 我是不是已经再度的 让你完成资金翻倍 但是你还在看戏 你不相信啊 你不相信有人成绩这么好啊 你相信那些 每天哪一些你找得到的 产业面资料的老师 你觉得那些才是真正厉害的老师啊 你觉得那些才是真正厉害的老师啊 那我也没有办法啦 好没有办法啦 我已经说到这样你不相信 那就是个人的命运了啦 我只能这样讲 是好不好 好那当然如果你没跟上 你相信燕容的 你已经有破釜沉舟的决心的 你来 今天来留言1加1 加赖金来留言1加1电话 1加1Line ID 好我即将带你买进的是 半导体的施房设备股 把握这个机会来跟上 好所以今天啊 庆祝 六天的时间 爱马仕涨33%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那么两趟的操作 一趟是22% 一趟是26% 加起来的话将近50%的一个价差 各位朋友 这个不容易啊 这个不容易 这非常非常认真 很努力才有啊 而且头顾界可能找 不知道有没有第二个啊 真的不知道啊 说真的我 我真的做成这样子 你还怀疑我也 真的是我只能苦笑啊 有缘分的再来啊 那今天我非常感恩 感谢老天爷 让我这杯江湖 我要感恩回馈 我要造福更多 在股市当中受苦的朋友们 如果你愿意 你肩膀上有些责任 你心中有些梦想的 你跟着晏蓉 我们真的有办法来完成 你今天只要加赖进来留言1加1 留言1加1 我开放30个名额 留下你的电话 留下你的Line ID 我来带你快闪 买进去之后 马上即拉了股票 我即将在每一天我都选出来 等着你跟着我一起上车 好那所以重点的部分呢 一定要记得加赖进来 要留贴图哦 或者说留电话 那么留1加1电话 好那这边的话呢 我来跟大家分享哦 那么我今天转进的是这一档 3564的齐阳 那齐阳它是明基集团的股票 有一个富爸爸效应 那去年的一个美股盈余是0.45元 它是边缘运算 伺服器跟储存的这个伺服器 是伺服器的一个概念股 那么是属于比较中小型的股票 所以我说 一旦涨到2万点附近 就是进出腰股 就是小型股的天下 小型股的天下 昨天在讲广达的 今天广达怎么走 是不是 那我们早就准备好了 那事实上 如果你要来索取我的周报的 这个是我3月16号的周报 但如果你能够成为会员 其实你总是会领先别人 这样知道意思吗 好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 K线的一个创高 A指标的创高 有没有 主要逻辑观念在这里 回测十字均线低位阶 这高标这么简单 怎么这么复杂的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 现在其实 我们其实来到市场 就是每天就要做交易 你要选出最强的 那么最强的不是只有 今天看到 稍微涨一下 最强的就是要连续的 红2天到3天 让你有个快散 20%到30%的机会 这就是我带会员的一个方向 我的原则就如此 不需要去的股票 稍等的 如果要等的股票 我会跟你说 好不好 所以呢你看包括像这个南郡 6584的南郡 那么它是伺服器的导轨 它是美超委的概念股 美超委 即将纳入标普 标普的成分股 那会不会有一个往上涨的力量 这个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重点我不是看这一个 重点是在整个题材性 有 然后呢 K线有没有创高 有啊 然后是不是低位界 接近20日均线附近 有没有 这就是我们其实做股票 要去考虑的一个地方 一档股票 你听到的消息 它到底是高位界 低位界 这个非常重要 它到底有没有成功形态 它有没有题材性 这就是彦龙老师带会员 为什么总是 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 当然还要领先 好不好 这就是我跟大家所提醒的 所以今天当然包括新日新 我就这几档跟你分享 就这样子而已 新日新 那么在走场的股票方面 照例 照例 我在210提醒你 它涨了快要一倍 那么新日新上次在这边 120提醒 涨到236也快一倍 那另外 这个富士达 我在390提醒 涨到900多块 信仅 我在79块提醒 涨到90几块 这个族群 我是不是一直在跟你强调 它是有机会的 对不对 那当然因为新日新 最近是被关紧闭嘛 从3月8号到这个3月25号 这段期间 它是一个处置 5分钟 戳合一次 那这个股票 尽管它是被关紧闭 但是它已经 足底现象 慢慢在做转强 慢慢在做转强 目前是守在这个 10日均线附近 所以这个股票 我也去关注它 因为K线有创高 A指标也有创高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做关注的 当然你自己不要乱买啦 那你想要买在什么价位 让燕老师的带你 来帮你做一个资金策略性的一个规划 这就是我目前在做追踪的一个股票 好 所以主身段选股的一个意思 速度其实是最快的 那大部分的人的主身段选股 都是K线突破去追高 然后每次 然后一等就是两个月三个月之后 你看看你这两天买爱马仕的人 你要不要等两个月 要不要等三个月 你把我这句话 把它包起来 你再来看 但是我不希望你验证 你验证完之后 我相信你会伤心 是不是 主身段选股不是这样子 是你要去确认一个成功形态 然后转折有出现才出手 你就会跟我的会员一样 收割快快有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爱马仕 我在3月11号这一天 提醒269买进 那么最低来到268 然后呢在隔天 隔天他当天就收在280 我们是买在268附近 然后隔天的话呢 在这个地方再带会员来做买进 定价在275 那最低来到273 让你买到 然后当天是收308 各等级会员都有 然后在这一天 9点钟之前就发讯 要卖股票 但是开的不够漂亮 我就改价卖在325跟315 两笔都把它卖掉 然后你看到这一天3月14号 杀到276 276要不要买 要买啊因为第一位接了 第一位接了 因为A指标数据又创高点 然后又是十字均线 第一位接 所以买在多少 买在280 就是这个call訊 买在280试价买的 那我一共哦 那么在这一天 我一共发了三个买进的讯号 所以各等级会员都有 那么280买完之后呢 当天收297 隔天327 然后再今天359 这就是整个过程 所以呢你会发现 燕容老师啊 那么我是不是几乎 每一次都是买在转折 要极大的阶段 我的技术确实跟别人不一样 各位朋友们 我确实具备一个 转折出手 收割快快有的一个专业 如果你认同 你参加很多头顾老师 怎么参加怎么输的 你就欠缺一个像这样的栽培 如果你愿意 我们一起来打拼 一起来打拼 所以今天燕容老师来跟大家分享 我目前的一个操作策略 我把它调成 因为你如果预期太高 你还硬要赚三成的话 你就会像上次 很多人抱着这个爱马仕 抱上去又抱下来 从327又抱到多少 又抱到276 这样就可惜了 所以我们把目标 在2万点之前 一个瑕福的一个相信格局之下 我们定一档20% 三档四档资金翻倍 所以从上礼拜一到现在 我们已经第四档 超过20%了 已经完成倍数获利了 你还在等还在看吗 还在犹豫还在怀疑吗 那真的我也没有办法了 那就是缘分嘛 就缘分嘛 有缘的再来嘛 上礼拜华裔超过三成 原山22% 爱马仕第一趟22% 今天又拉26%上来 我们高档区全数收割了 全数收割了 我就是这样做的 你相信就来 好 所以这个地方 那么如果你错过了这些 我有全新的股票布局 我要带你再来一次快闪 再来快闪 快闪1加1留下电话 那么留下LINE ID 那么我们关注半导体的私房设备股 那么把握这个机会 一定要来跟上 好那么庆祝 那么从3月11号到现在是3月18号 6个营业日 那么爱马仕6天涨33% 但是我们两趟操作呢 加起来一次是22% 第二次是26% 加起来将近50% 你今天只要加LINE 留下1加1 留下电话 加LINE留下1加1 留下LINE ID 我就带你买进下一档 即将在两天三天 有其他两个长红 两个涨停以上 让你快闪一个标的 把握这个机会 1加1快闪 名额只有30位 把握这个机会 那么透过这个加LINE 刷QR Code 或是搜寻LINE ID 来做一个留言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影片 按赞分享 打开小铃铛哦 好时间的关系 今天节目呢 就进行到这边 也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谢谢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 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